欢迎收看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我们会不定期为大家带来美国生活小攻略 让您的在美生活更加方便、节约、舒心 相信美国的医疗体系不仅让很多新移民有许多疑惑 即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军年 对于怎么看医生还是有不少困惑 经常有听到亲戚朋友说约不到家庭医生 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需要看医生 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什么情况要去紧急照护 什么情况要去急诊还是一头雾水 什么是紧急照护 紧急照护通常是和医院分开的独立诊所 营业时间根据每家诊所有所不同 疫情的期间建议大家打电话 确认诊所开门时间和确保他们有筛查相关的检测 再前往就医 通常在没有预约家庭科医生身体不适 但不属于性命危机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去紧急照护 去之前同时需要确认 紧急照护是和自己的保险公司有合作的诊所 可以打电话给诊所提供健康保险的消息确认 或者直接在保险公司Provider Search页面搜索紧急照护的诊所列表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建议去紧急照护 蚊虫叮咬 炎症感染 尿路感染 中耳炎等 感冒 咳嗽 喉咙痛 栓伤 扭伤 磋伤 什么是急诊 如果是性命危机 呼吸短 胸口闷痛的情况下 请到家附近的急诊就医或者拨打911 急诊通常是24小时营业 很多人大半夜不舒服会选择急诊就医 要知道美国的急诊可不是随便去的 也不是选择了急诊就能马上看到医生 一般是按照紧急程度就诊 如果不是生命体中受到影响的情况 通常还是要排队等待的 分享一个轻生经历 在急诊等了两个小时腹痛的直冒冷汗 和护士说明情况怀疑是蓝尾炎 也还是乖乖等候了好一会儿 好在照了CT 直接被推进手术室切除蓝尾 然而也有急诊只是处理当下状况 像是退烧给身体补充生理盐水 急诊医生还是会建议一周后 去家庭医生复查身体的状况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建议去急诊 心脏病 胸闷气短 呼吸有困难 严重的过敏症状 视觉恍惚 神志不清 外伤血流不止 头部受伤 去急诊或者紧急照护需要带什么 健康保险卡 驾照 身份证件 护照 有任何正在服用的药品 是否有过敏源 可以的话在亲友的派通下就诊 挂号费通常按家庭医生的 门诊挂号费收费较低 检测血压和输液账单 高达2000美元到3000美元 收费很高 这个特殊时期 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不需要用到以上的医疗服务 不管对美国医疗体系之多少 合理的看诊才能少走些冤枉路 也同时能保护自己的荷包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更多优惠详情和生活小攻略 请继续关注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